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学人杂志外交政策网站都撰文分析了这一政策 经济学人称 这是糟糕的政策 更是糟糕的领导力 外交政策网站则称 美国应该停止在中国贸易问题上扮演受害者 文章指出 虽然中国一路上确实违反了贸易规则 但美国并没有向WTO提出任何的投诉 反而是中国针对美国的电动车补贴提出了投诉 而现在现实情况是 美国在电池和电动机车方面 无论是成本 质量 还是创新 都远远落后于中国 文章指出 美国需要摆脱将自己描绘成受害者的形象 而是去寻找一条更好的平衡国家安全与能源转型的道路 因为就目前情况而言 拜登的关税最终只会增加消费者的成本 并且减缓全球的能源转型 那么美国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呢 20世纪90年代和2000年代 西方将经济发展路径转向了服务业 重点关注供应链的高价值环节 比如说研发 品牌 设计和营销 因此他们将价值较低的所谓肮脏的制造业 外包给了其他国家 特别是中国 然而西方有点傲慢的认为 中国不会从制造业向设计研发等领域迈进 但是没有想到通过产业政策的扶持 中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在美国两党陷入燃油标准的党派争端时 中国政府已经于2007年优先开始考虑电动汽车 并且于2011年强化政策 确保了关键矿产安全 中国在2010年代就通过一带一路 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来确保矿产供应 并且支持中国企业投资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 与此同时 当中国政府从制造业转向电池创新时 美国政府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 在2011年 美国政府在提供了大量补贴之后 美国的一家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Solindra仍然破产 这一事件引发了两党的政治愤怒 也使得美国的新能源议程受到重大打击 因此之后 当另外一家电池初创企业A123 横空出世之后 美国政府选择了不支持 而这家A123公司原本可以成为美国的宁德时代 美国科学家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就发现了一种磷酸铁锂的化合物 而几年后 A123公司就试图将其商业化 今天宁德时代和中国大多数的电池公司 都在使用这种磷酸铁锂作为电池政绩材料 但在2012年 当时得不到政府支持的A123公司 不得不申请破产 随后他被中国的汽车零部件巨头 万象集团所收购 变成了今天中国的万象123 被中国企业收购之后 A123将磷酸铁锂技术引入了中国 并且在中国发展成为了今天的磷酸铁锂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目前约占全球市场的40% 就今天而言 中国不仅控制着全球重要的产业链 而且还经常研发出更好的产品 中国企业加工了全球超过60%的重要电池组件 并且制造了约80%的正极 负极和电池 因此 无论是拜登还是川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 都有充分理由担心中国在关键矿产和电池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 会对国家安全存在着影响 美国现在正在积极寻求供应链多样化 但是在电池制造领域效果并不明显 中国依然是这个领域的庞然大物 不仅拥有原材料成本和质量竞争力 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产能过剩 而这种产能过剩使得中国拥有相当大的定价权 和巩固市场的能力 中国的垄断地位给西方国家的多元化带来了重大难题 同时 多元化还面临着其他难题 比如说美国政府的支持程度和产业政策的未来 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特别是川普有可能再次当选总统 政治两极分化和游说团体的力量 对美国发展轨迹的影响极其明显 投资者都将不一致和不确定性 以及来自中国的竞争力 视为投资美国的主要障碍 因此 投资者目前对美国项目的投资态度十分冷淡 因为风险高 利率上升 复杂的许可流程 以及电池价格的波动性 都让投资者望而却步 根据国际能源署目前公布的评估 到2040年中国将保持在供应链上的领先地位 提高关税也许是美国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但是这种做法将会加深贸易战 并且从根本上损害全球正在共同努力的环保进程 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伊伟阿拉 日前在接受外交政策网站采访时说 贸易分裂成两个地缘政治集团 从长远来看将会使全球实际GDP损失5% 发展中国家的损失将会更大 因此这是WTO不愿意看到的 那么美国应该怎么做呢 外交政策网站撰文指出 美国应该向中国学习 比如说美国可以探索在中国非常有效的公共采购政策 特别是在电动公交车等方面 此外有必要对劳动力发展进行大量的投资 特别是在关键矿物和电池行业的培训 这些在美国非常的欠缺 华盛顿必须认识到当前形势严峻 不可能简单的通过保护主义来摆脱这一困境 另外更为重要的是 美国必须承认创新不再是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核心优势 全球最大的电池制造商宁德时代属于中国 并且拥有一万八千多名研发人员 他们正在突破美国公司无法企及的创新界限 美国真正需要的是与国际伙伴进行有意识的接触 比如说成立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就是积极的一步 这是一个由美国牵头的国家联盟 旨在加大对全球关键矿产项目的投资 美国还应该更多的利用国际开发金融公司进行直接投资 最后文章还建议 美国应该与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签订更多的关键矿产协议 因为在一些国家发展特定矿产和电池组件的竞争能力 可以与中国相匹敌 而这些国家如果在美国的帮助下 发展出这种竞争能力 从长远来看才将是对华盛顿有利的 以上就是今天新风事件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楽 观众朋友们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华尔街论坛节目现场 在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跟中国以及跟世界有关的一系列消息 首先我们先来谈一谈外交方面的消息 那我们知道这个华尔街日报之前驻中国的首席记者魏玲玲女士 一直在关注跟中国外交有关的消息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我们特别是引述了魏玲女士的长篇报道 其中介绍了这一次习近平与普京会面所留下的一个重要的疑问 就是普京为什么没有像之前外交界广泛预测这样会在前往哈尔滨之后 接下来就飞平壤 那么魏玲女士在最新的一封新闻信中 有这样的一个有趣的标题 说习近平现在是陷入了一段高危的三角恋 特别是这一段恋爱关系中的另外两个人都不是很靠谱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想要我们能介绍一下 那么根据我们之前引述华尔街日报的一个说法 那么在普京访问中国之后 大家都在猜是不是他会和之前的惯例一样 那么去完中国之后去一趟朝鲜 那么甚至也有一些评论家说他要去越南 那么因为这是普京在2000年代的时候 他去完中国之后去了朝鲜进行访问 那么大家都依照惯例会有做出这样的一个期待 但是正如魏玲玲女士在华尔街日报的多篇文章中提到的 他引述的来自一些知情人士的说法是 这个习近平他不太想表现的和朝鲜以及俄罗斯如此的亲近 那么如果说如果普京真的去了一趟朝鲜 那么在很多中国的问题观察家看来 那可能是一个所谓的什么邪恶轴心 这个中朝俄三国轴心 就是已经建立形成起来了 那么之前我们华尔街论坛的节目中也有说过 这个冷战冷战 如果不形成一个框架 那是没有冷战的一个基础的 那么可能习近平也是在没有报道 没有公开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设想一下 他是不是和普京做出了一个简单的沟通 说你如果方便的话 在去完哈尔滨之后 能不能就别去朝鲜 这个在很多人看来 那也是这个习近平施加某种程度的影响力的一个做法 但是不知道对于魏玲玲女士的多篇文章和明先生是怎么看的 我认为两位女性呢 这个很令人增进了 除了魏玲玲女士的这种报道 我认为是非常可信之外 那么我们进行了详细介绍 还有一位女士叫深渊女士 我今天早上看到布洛金斯的一个分析报道 发在我们的华谊论坛有个折报 等下我就看看有没有强性的前文了 因为他这个文章里面讲述的一点是 虽然这一次普京去了以后 好像证实很大 但实际上有一些关键性的因素 并没有显示出来 比如说这个无上限的这样一个说法 实际上政治虚拟在里面完全消失了 而这一点恰恰跟我对这个 普京去中国访问之前的判断和之后的分析 几乎是比较接近的 是正好巧合 我认为了这次是不可能 有无上限的这样一种 没有限制的这种关系的决定 那么这个另外一点呢 就是保持了对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的 一种中立 这种中立的姿态 我们站在西方的角度来讲很多的名词啊 中国没有跟西方站在一起 但是别忘了一个最关键性的因素 中国并没有像朝鲜那样提供武器装备啊 这一点是非常之关键的 我觉得这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 只有东产力的一种观察 的确啊 那么我们之前呢 也引述来自华尔街日报 以及其他相关智库的说法 其实这一次啊 普京方面一直有一个希望 或者是一个愿望 就是建设所谓的这个西伯利亚二号管道啊 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的俄罗斯天然气 通往欧洲是遇到了制裁之苦 所以呢一直呢 是希望与北京进行谈判 看北京愿不愿意啊 继续有关于西伯利亚二号管道的相关的讨论 很多俄罗斯的分析人士 原本是希望这是这一次北京会谈 可以达成的重要后果 但是现在我们看来 似乎并没有达成有价值的协议啊 另外我们也看到啊 这个普京对于金正恩的关系 与普京和中国之间的这种关系 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莫斯科现在对于平壤 是有直接的军事的依赖 而正如刚才和民先生所言 其实中国方面呢 尽管是不愿意与西方站在同一阵营 但是也没有向俄罗斯方面提供直接的军事战场上的支援 还有一点就是金正恩与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那么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提到啊 习近平与金正恩之间的关系 其实并不像习近平的前任与金正恩的啊 家里的父亲和祖父那样充满了信任 相反习近平认为金正恩是某一种混乱的制造者 本人也十分的不可预测 那么有分析说啊 说习近平也希望天下大乱 实际上啊这个天下大乱啊 这个这个我这边风景多好 这样的一个判断在金正恩这一边反而可能会更加的奏效 因为他呢更多的是某一种啊不可预测的火药桶 而在中国这一方面呢 他既不希望西方能够在俄乌战争中获益 同时也不希望啊 整个世界出现某一种局势的动荡 这对于中国寻求稳定地区局势也是不利的啊 因此呢 的确这个这个局势啊是非常的复杂 也正如刚才和平先生所说啊 尽管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在面对西方 在面对制裁上可能有一些利益的共同结合点 但是现在三国还远远不是结盟的关系啊 这呢我们也为大家进行介绍 接下来为大家聊到的呀是商业科技方面的消息 我们再说中国企业的时候啊 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内卷啊 马化彤之前在某一次企业商会上说呀 说你在西方啊 你有一个新产品 至少啊在你的竞争对手反过来 形成类似的商业模式之前 你还有那么几个月的独家垄断的 或者叫局部垄断的时机啊 他说啊你在中国有任何一个点子 你上午推出了产品 下午就有几十家几百家竞争产 这个竞争竞争的性的品牌产品同时推出了 而现在在大语言模型上啊 这样的一个内卷的趋势也是十分的明显 内卷起来了怎么办呢 就像电动车一样就出现了消价这样的趋势 目前呢西方媒体也对于这一点进行了更多的介绍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下上能不能简单讲一讲 那么这个其实人工智能的发展在中国和中国之外 那可以说是这个发展的核心议题啊 或者是遇到的阻碍是完全不一样的 举例来说在这个西方世界呢 OpenAI现在可能最头疼的就是啊 来自好莱坞一位明星的压力啊 可能在之前的华尔街论坛的节目中 OpenAI高层就它的声音授权问题的更多的细节 那这可以说是啊西方这边的人工智能遇到最新遇到的一个大话题 但是在中国这边啊很自然的就变成了价格战成为了人工智能的最大议题 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些人工智能大模型啊 从之前所谓的卷算力卷规模啊 切换到了卷价格的价格战的一个竞争模式 那在五月份的这个时间呢 在中国已经有多个大模型是下调了价格 而且这个下调价格的幅度啊 是令人感到吃惊的 那包括字节跳动在上个礼拜有宣布他们自己的豆包大模型 说击穿行业最底价 那么现在最新啊阿里这边还有这些啊 这个其他的一些公司呢 都宣布加入这一场价格战 那百度也宣布啊文星大模型 他们有两大主力模型 甚至是做出了全面免费这样的一个政策 那在西方这边就价格战这个话题来说 那自2023年到现在啊 OpenAI其实在迭代升级 他们自己的大模型的同时 比如说大家熟悉的ChatGBT4系列 在OpenAI这边是对大模型进行了四次降价 那么大家也认为OpenAI是现在这种人工智能 大模型的一个标杆性的企业 标杆性的一个公司 那么标杆性的公司做出了50%以上的年度降价 那么除此之外 跟进降价的呢 还有谷歌的这个Jimny等等 他们呢也是不得不进入这一场价格战 那可能屏幕前的各位啊 对人工智能的应用 或者是对一些目前叫得上名字的这些人工智能公司啊 还不太熟悉 但是在中国这边一场价格战已经是全面打响了 那么一般意义上在商业上如果是进入了价格战 那这可可以说是这个没有血雨腥风的一场这个互博了 那大规模的一个淘汰呢 很可能就会在价格战之后发生 对于这样的一个发展 可能很多人始料未及 觉得这个人工智能也不过进入这个主流媒体的视线 是两年不到的一个时间 在中国这边呢 发展到了价格战 互相卷价格的这样的一个地步 这样的一个速度啊 可能是比较让人感到吃惊的 那么之前呢 我们也听到啊 不管是阿里也好啊 还是百度也好 都在纷纷的降价 那么现在呢看起来训飞以及腾讯也加入了降价大军 哎和平先生怎么看待现在啊 我们叫出身未接身先卷 具体中国的这一些啊 这个AI大语言模型的性能上怎么样 那么其实业界有不同的看法 但至少在价格上与这个外国的竞争对手相比啊 的确是出现了非常大的优势 那么我们也看到来自路透社的报道 特别啊引用了一组数据 说呢如果我们把这个余华的啊 这个小说活着啊 这是一门热门小说 那么啊把啊把这个这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小说中的汉字 全部用AI生成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大概需要0.29美元 人民币2.1元啊 人民币两块钱就可以生成一部百万字的小说作品 这个价格实在是相当的实惠啊 怎么看待这样的价格削减行为啊 在人工智能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记得感谢李吉博士 最开始给我们介绍啊 让我呢更迅速的去一直在关注人工智能的这样一种发展 当时候我跟这个西方的媒体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分歧就在于 我认为人工智能的高速发展中国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 而且中国的竞争力会非常强 不是像讲的中国没有新闻自由没有信息自由 中国对人工智能就不行啊 这个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这个判断 现在显示出来 中国的人工智能的竞争力 尤其是在应用产品方面的迅速的程度啊 跟美国有非常大的不同 那么中国我看了早三一个星期以前就已经看到一些报道 现在中国的三四线城市啊都已经开始啊 进行人工智能的应用 另外就是在一个以前嘛 还是我去华盛顿第一次就跟这个在迪拜的一位中国的一个企业家啊 进行聊天 他们现在啊又布局到迪拜啊 我们也多次跟大家介绍过这种情况 干什么呢 因为认为中国大陆的内卷的市场啊 对他们的竞争力啊 他们承受不了 但是在迪拜这个地方可能面向全世界啊 这个更宽阔的市场 我们现在看一看人工智能实际上只有三个国家 就是英国、美国和中国 那么英国还高不成真正的规模 它更多的是在内部系统进行这个改造 现在给这个 这个英国的大学啊 英国的教育系统啊 英国的政府啊 英国的公司啊 政府都在强力推动这个人工智能的发展 美国呢是表现出强大的令人训摸的这样一种创新能力 但实际上陷入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一些东西 第二也不是莫名其妙 在中国 在世界互联网发展之初的时候 也出现各种各样的法律纠纷 很多人以为啊 自己有了名啊 就可以解决很多麻烦 很多人以为自己有了权 很多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恰恰相反 当你有了更大的民 当你有了更大的经济能力 当你有更大的权力遭遇了麻烦的人 其实反而就增加了 而不是减少 反而作为一个最闪亮的一个明星 现在现在遇到这样一种纠纷中间 在美国在西方这种商业社会 其实是来讲是比较正常的 那么包括声音的这种 最终怎么写的 我昨天看到华盛宁 纽约时报还是英国经济时报 有一篇报道就讲啊 开始解开这个后面的知名 就是这种大型语言 无论它到底怎么构成的 包括声音的合成 是不是像一个明星的声音 那么它是不是真的 就是剽灭了这个明星的声音 其实这个里面我跟李奇博士 简单讨论一下一个声音的构成 是很多元 很多的因素 当一个声音真正进行合成 和进行处理的时候 其实可以把人的声音分成ABCD 一个种类 其实就是 就像人的长相一样的 我们经常有时候看到 怎么他跟谁想进 虽然我们的基因所产生的这个结果 可能是有很多的差别 但是在真正的分析起来 也就是几种类型而已 所以有一些纠纷呢 你只是看明星这样说 或者是OpenAI这么说 但是我所注意到的是OpenAI好 微软也好 还是谷歌也好 他们命令的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 他们应用的速度还是太慢了一点 虽然我知道 基尼尼的或者明年 或者是明年 是个更大的一个爆发点 但是呢西方的准备啊 跟商业的运作的程度 应用的程度 可能会输给中国 那我们看到一方面是 我们叫做商业模型的建立 另外一方面是有关于 围绕AI应用的监管和伦理方面的讨论啊 那么其实这两方面呢 速度是很不平衡的 那么到底在怎么样在中间 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支点啊 那我也很欣喜的看到 包括质朴AI在内啊 15家世界级的AI企业 现在呢是有关于 人工智能的应用伦理和监管合作 已经展开了一系列会谈 在韩国的首尔进行啊 我们也期待这一次会谈 能够为未来围绕着 人工智能应用速度 监管以及伦理问题 要勾画出这样的一个框架 好有关于AI的问题啊 我们不断为大家关注 今天呢先简单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跟大家聊到的呀 仍然是跟外交有关的消息